男人年纪轻轻就要给自己买目的 销售一脸不可置信 按照规定买目的必须要有死亡证明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些证明很快就会有了 销售只好硬着头皮给他介绍 然而统一设计的目的并不能让他满意 我的目的我要自己设计 好友得知他刚才是去买目的 不免心里有些不好受 男人叫顾川 是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 十年前他在回家途中偶遇一场车祸 他毫不犹豫地下车准备救人 不料这不是普通车祸而是一场谋杀 肇事司机怕事情败露 竟猛踩油门直接将他和车一起撞下悬崖 车里的小女孩因此失去了父母 而他也因此心脏受损 由于伤势过重顾川不得不植入机械心脏 虽然机械心脏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但他的生活也因此有了很多限制 不能喝酒运动 甚至像弹琴说爱这种基本情感都不能有 因为喜怒哀乐会直接影响机械心脏的功能 而这颗机械心脏的寿命也只有十年 所以他才要为去世后的自己选好弃身之所 这天他跟下属一起出去谈合作 对方却一直在给他的女同事灌酒 同事被灌得不省人事还不肯罢休 此时不能喝酒的顾川也看不下去 我陪你吧 一杯酒喝下去 顾川的心率立马飙升 被他接触的手机也瞬间黑屏 而他也预料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只见他起身跟对方握手时 由于内心的愤怒 心率再次飙升 掌心释放的电流直接将对方电到晕厥 原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顾川的机械心脏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副作用 只要他心跳加快 机械心脏就会释放电量 所有跟他接触的物体都会遭到电击 顾川拜托好友将男人送回去 自己则负责将女同事送回家 当他走出酒店时 迎面走来一个女代价 女孩正是女主江晓宁 由于江晓宁今晚还没接到单子 看见顾川出来赶紧拉住他想要争取这单生意 顾川从不与人有肢体接触 江晓宁紧握的双手不免让他心率飙升 但奇怪的是 对方却丝毫没有被电到 顾川看着自己的心率表感到很好奇 竟然有人会在他心率飙升时没被电晕 殊不知江晓宁就是十年前那场车祸里的小女孩 而他们的缘分也将就此展开 女孩从小摔神附体 小时候一家人想给他过生日 却在当天发生车祸 好心的帅哥想要救他们 却再次连人带车一起被撞下悬崖 女孩因此失去父母 帅哥也被刺穿心脏 长大后的他因家庭困难辍学 连家里的电费都交不起 身边只剩身体不好的姑姑 还有一个神志不清的奶奶 无奈他只能到处打工 可打工打到哪 很快老板也被干没了 虽然生活让他立即磨难 但他仍对生活充满热情 事业当天晚上就干起了代价 也就是在这天他遇见了改变他命运的人 我也认识您 相信我 保证给您安全送达 而且这次给您免一百块 原来白天面包房倒闭 所有面包都免费赠送 顾川出现买了一包吐司 并留下一百块 江晓宁拿着他留下的钱追出去时 顾川已经走远 所以他才要给顾川免单一百块 两人正聊着 迎面驶来的一辆大货车 让从小有车祸阴影的他赶紧靠边躲避 顾川并没有责观 反而陪他下车透气 或许是车祸当时紧张 又或是时间过去太久 江晓宁并不知道眼前的顾川 就是当时想要救他们的大哥哥 此时又一辆大货车经过 江晓宁紧紧张地握紧了顾川的手臂 突如其来的接触让顾川心率飙升 他条件反射地推开江晓宁 过后江晓宁连连道歉 而顾川不自觉放到车上的手 静一下子就让汽车电路短路 江晓宁以为又是自己的栓神体质 就连汽车都跟着遭殃 顾川回家后 打开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神秘舱 然后躺了进去 原来他每晚都要为自己的机械心脏充电 而这就是他的充电舱 另一边江晓宁继续送顾川的同事回家 并热心地给醉酒的他地上纸袋和酸奶 第二天顾川一到公司 许承然就张罗着要给他招一个助理 因为他特殊的身体 希望有一个人在他身边贴身照顾 苏曼玲想起昨晚细心周到的江晓宁 立即给他发去了面试邀请 面试时苏曼玲认为江晓宁各方面都很合适 没想到一旁的顾川却冷冷地丢下一句话 我不需要处理 顾川在遇到红绿灯时 突然想到白天的江晓宁 虽然面试被拒 但他还是想办法为自己努力争取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没见过几面 但此刻顾川突然有了要帮他的想法 于是他改变了主意 第二天江晓宁来公司上班 顾川直接带他去参加重要的洽谈会 希望他能抓住机会好好学习 没想到散会后 落单的江晓宁遭到客户骚扰 顾川及时出手帮他解围 还不惜得罪客户也要他立即道歉 这让江晓宁不自觉地对他产生了崇拜之情 回家后还满脑子都是白天那一幕 那天一向暗恋顾川的苏曼玲邀请他去看展 可顾川却提出要带江晓宁一起去 这让苏曼玲心里暗暗不爽 毕竟自己留在他身边这么久 都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关照 此时江晓宁却突然接到姑姑出车祸的电话 只好请假赶往医院 苏曼玲心想自己终于有了跟顾川单独相处的机会 还在顾川面前谎称江晓宁或许是不想去 可顾川却执意要打电话询问 江晓宁在电话的那头只说自己有私事 但顾川听到了电话中护士的声音 于是取消看展直接赶到医院 不但没有责怪他耽误看展 还帮他垫付了医药费 苏曼玲发现顾川真的变了 不但变得热心长话也多了起来 顾川却极力否认 此时负责他机械心脏的博士打来电话 说要给他的机械心脏升级 以往顾川对此都持消极态度 但这一次他却十分关心升级内容 而是异常兴奋 这代表顾川对生活有了希望 他猜测顾川身边一定是出现了什么重要的人 或许是从未有过心动的他反应迟钝 可在一个人的时候 顾川会不自觉想到江晓宁的种种 或许他真的让顾川有了生的渴望 明明知道自己不能运动 还是想要尝试 运动后一切正常也让自己异常高兴 第二天江晓宁一早就来接他上班 虽然家里糟糕的是一大堆 可他总是那么乐观 还劝顾川也应该多笑笑 在他的感染下 顾川的嘴角也不自觉地上扬 他决定要帮助江晓宁实现他建筑设计师的梦想 于是不但让他在重要项目上发挥自己的创意 还在下班时间带他去钓鱼 为的就是让他学会在安静中思考 没过多久有鱼上钩 顾川上前帮忙抓鱼 两人的手不知不觉触碰到一起 糟糕 他来电了 从没见过哪个公司有这样奇葩的规定 实习期不准谈恋爱 否则开除 银居哥哥只是送江晓宁上班 没想到顾川却瞬间打翻了醋坛子 江晓宁对唐旭根本就没有想法 只好尽快将他赶走以免尴尬 顾川对江晓宁的偏爱逐渐明显 不但让他参与公司的重要项目 还在客户面前夸赞了江晓宁的创意 最后合作谈成 顾川还把功劳算上江晓宁的一份 晚上的庆功宴上 顾川依旧对江晓宁格外照顾 同时让江晓宁去拿东西 他就让苏曼玲叫来服务员 同时也看出他对江晓宁的与众不同 喜哄让江晓宁敬顾川一杯 虎虎的江晓宁不但将酒一饮而尽 还给他一个感谢的拥抱 所有人都很惊讶 特别是苏曼玲简直疯狂嫉妒 要知道高冷顾川从不与人亲近 这一幕刚好被迟到的许承然看见 江晓宁很聪明地转身抱住了苏曼玲 顾川顺势帮他化解尴尬 喝多了 喝多了 事后顾川还送醉酒的江晓宁回家 江晓宁醉意朦胧地看着顾川 忍不住夸他长得帅 要是能多笑笑就更帅了 顾川被他逗笑了 看着睡着的江晓宁 直到送到家门口都不舍得叫醒 之后又嘱咐他到家记得发消息 这么一反常态的贴心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揣着明白当糊涂 没过多久顾川就打来确认电话 此时江晓宁还在路边散酒气 接电话的同时 他在路边看到一个罪汉 普通女孩对这种情况都是避之不及 但他却好心地给罪汉递上一瓶水 没想到这人正是之前非礼过他的和声 因为上次的是他被公司开除 这次正好给他逮到机会报复 顾川在电话那头听到后心急如焚 立即开车赶过去 和声拖拽着江晓宁 突降暴雨路上也没有其他行人 索性顾川来得及时 他迅速下车 对着和声的脸就是重重的一拳 和声向发了风势地扑向顾川 江晓宁想过来帮忙 也被他推倒在地 接着和声又操起地上的酒瓶 向顾川的脸划去 挣扎间 酒瓶划破了顾川的手 江晓宁见此立刻冲过来帮忙 却也被酒瓶划伤 和声还想再次下手 顾川立刻起身拉住了他 飙升的心率立刻让他的掌心释放出电量 和声被电后摔出树米远 不到万不得已 顾川不会用这个伤害别人 可他要伤害的是自己在意的人 男人因为自己的机械心脏不能谈情说爱 可他偏偏喜欢上了自己的小助理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救他 本以为自己有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 但主治医生却警告他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心思 因为任何情绪波动都会影响机械心脏的功能 从而也会威胁生命 但好兄弟却认为这是好事 过去的顾川太过冰冷 好不容易冻了情沾沾烟火气也好 于是他助攻上线 让江晓宁过来给他们准备火锅 话里话外让江晓宁以后要多跟着顾川 最好24小时间空的那种 两个都是自己老板 江晓宁谁也不想得罪 只好满口答应 许承然交代完就找了借口出去 给两人制造独处机会 原来顾川并不喜欢吃火锅 江晓宁主动提出给他做饭 顾川偷偷看向在厨房忙碌的江晓宁 这一刻突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或许这就是许承然所说的烟火气吧 可就是这么频繁的事 在自己这却是一种失望 此时江晓宁叫顾川过去帮忙 顾川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静一下子会错了眼 直接伸手帮他捋了捋头发 两人四目相对 顾川的心率蹭蹭飙升 谁知江晓宁只是让他帮忙端一下菜 顾川顿时害羞地赶紧躲到一旁 举承然迟迟没有回来 两人只好自己先吃 吃饭间顾川收到父亲的短信 由于正在跟江晓宁聊天 他只是看了一眼就随手放在旁边 江晓宁提起昨晚的事 再次感谢他的舍命相救 他说起十年前也有一个大哥哥 曾经帮助过他 但自己却记不清他的样子 言语间满是遗憾 殊不知两次救他的都是同一个人 而且就在自己对面 过了一会儿 顾川父母按响了门铃 江晓宁连忙起身帮忙去开 顾川突然回过神来 等等 每次两人的四目相对 总好像让时间静止了 顾川母亲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自己走错了门 连忙退了出去 再次确认了门牌才重新进去 没想到里面的两人 迅速换了一副样子 两人拙劣的演技 怎么可能骗过父母 顾川母亲直接默认了 江晓宁是儿子的女朋友 因为这些年来 顾川从不与女孩走近 小姑娘 你多大了 二十三 哟 这么年轻啊 那你跟我们小川 在一起留长时间了 顾川见状赶紧把江晓宁支开 家里只剩下一家三口 气氛却一下子冷了下来 顾川母亲提出在周边买套房子 方便多陪陪她 但顾川却冷言冷语地拒绝 父亲非常失望 当初他们亲尽全力也要救她 可自从顾川装上机械心脏 却好像心也冷了一般 面对父亲的责备 她的眼里起满泪水 但嘴里却说了更伤人的话 你们能不能 当作没有我这个儿子 父母难过地离开 殊不知顾川只是故作冷漠的样子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哪天会突然离开 不希望父母习惯了温暖 到时候无法承受离别的痛苦 总裁喜欢上了小助理 却怎么都不肯承认 但每一次的近距离接触 那急速加快的心率 总是出卖了自己 还傻傻地认为 是自己的机械心脏出了问题 不过喜欢一个人的心思是藏不住的 他会在便利店 悄悄给江晓宁买一个发夹 会忍不住尝试自己从来不喝的果茶 会在江晓宁夸别人帅时不服气 然后转头到好兄弟那张自信 拿出帅哥的照片跟自己比较 帅吗 挺帅的 跟我别呢 那还是你帅 这天 他在会议上 看着自己给江晓宁买的发卡出身 被暗恋他的苏曼玲发现 苏曼玲从没见过 他身边有这种女孩子的东西 可没过多久 这个发夹就出现在了江晓宁的头上 这让苏曼玲十分不爽 于是在工作上对他故意刁难 最近工作室接了一个美术馆的项目 对方执意保留美术馆门前的一堵就强 使得项目推进困难 苏曼玲故意将难题交给江晓宁去解决 却没有跟他讲明事情原有 不明所以的江晓宁还以为自己得到弃重 于是欣然答应 可当他找到程老师却怎么都劝不动对方 甚至还将对方惹恼当场就要退单 江晓宁没有完成任务还丢了单子 回去就遭到苏曼玲的指责 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江晓宁 接着苏曼玲就在会议上提出辞退江晓宁 江晓宁以为顾川会给他一次机会 没想到他也答应按照公司规定出 苏曼玲以为自己的目的这么容易达成了 心里暗暗高兴 没想到这只是顾川演的一出戏 而且跟许成然唱起了双簧 顾川借口不满许成然在会议上睡觉 两人大吵一架 许成然称自己是公司投资人 有做任何事的权利 顾川顺势让他管理公司自己不管了 他走后许成然就坐上了顾川的位置 说看不惯顾川的独断专行 然后宣布非要给江晓宁一次机会 只要他能在一周内解决问题 公司就不会辞退他 虽然江晓宁松了口气 但心里却十分失落 本以为自己在顾川那有所不同 但他刚才那公事公办的样子 显然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员工 而且这件事也肯定让他对自己失望了 第二天 江晓宁打起精神再次去找客户 却还是吃了闭门羹 当他失落的转身时 却看到顾川跟在他身后 看着他委屈巴拉的样子 顾川提醒他设计师就应该用设计去胜 而不是物质上的道歉 顾川的话点醒了江晓宁 虽然最后在顾川的帮忙下 江晓宁成功找到了突破口 并且挽回了客户 自己也不用为此离开公司 但苏曼玲也更加记恨江晓宁了 老板看到喜欢的小助理 接受了别人的项链 瞬间打翻了醋坛子 回家就找理由跟他联系 你睡了吗 还没呢 正在想明天给你准备什么吃的 我有那么挑吗 不是老板挑 是我挑 作为助理肯定是要让老板喜欢我 我现在就很喜欢你 话都到这了 又说自己只是喜欢他挑的东西 然后让他陪自己去买团 建要穿的休闲服 第二天两人来到商场 江晓宁为顾川挑选了一套运动装 服务员提醒这套衣服 是情侣装还有女款 江晓宁刚要否认 顾川却让他试一试 衣服果然很合适 就像他们一样 只不过顾川觉得江晓宁的项链不太大 如他所愿 江晓宁立刻拿下了项链 这样看着就舒服多了 我看是你心里舒服多了吧 等到两人到达团建地点已经是晚上 大家看到情侣装出现的两人 以为他们是要官宣的节奏 大家心照不宣 只有苏曼玲心里疯狂吃醋 于是江晓宁刚坐下 苏曼玲就提醒他还有没完成的工作 江晓宁只好先回房间 殊不知苏曼玲的心机 反而给他们创造了独处的机会 是不惯烧烤的顾川来找江晓宁要吃的 江晓宁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蔬菜虾仁粥 两人边吃边聊工作 顾川总是能一眼看出他设计上的错误 让江晓宁对他的崇拜又多了几分 此时外面放起了绚烂的烟花 两人一起欣赏 气氛也一下子变得浪漫的冒泡 另一边想来送殷勤的苏曼玲没找到顾川 却发现江晓宁的房间透出两人的身影 只能气哄哄地离开 第二天是自由活动日 苏曼玲本想趁机跟顾川一组 看着江晓宁正热络地跟大家讨论去哪里 顾川假借工作还没完成 又私自叫走了江晓宁 留下气愤的苏曼玲 两人来到一处工作室设计的滑雪场 江晓宁一来到这里就兴奋地像一个孩子 求着顾川给他拍照 虽然顾川有些嫌弃 却又极力满足他 江晓宁鬼马精灵的性格跟他截然相反 换做别人可能早就不耐烦了 可对他却总是最大的包容 顾川就这样抱着他一路往下滑 两人眼神交汇 糟糕 心跳加速又来电了 走出滑雪场 江晓宁看到旁边的玩偶又起了东西 马上化身人肉娃娃机挑选了一个心 你看看像不像你 你说这个像不像你啊 我怎么可能像一只乌鸦 回去途中江晓宁发现玩偶还能录音 于是偷偷录了一段后送给顾川 顾川回到房间听到江晓宁的录音 老板老板 您要总是反着脸 顾油的甜蜜的笑 然后也录了一段话给江晓宁 回去后顾川找借口跟江晓宁呼唤了王 于是大晚上了 两人都听到了各自的录音简直不要太甜 果然恋爱让人春风得意 一向高冷的老板居然穿上了紫色的西装 喝上了甜甜的奶茶 虽然顾川跟江晓宁的关系并没有挑明 但昨天一整天甜甜的相处 好似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江晓宁本以为幸福会悄悄来临 但别忘了顾川身边还有一个新精女苏曼玲 这天三人一起外出考察 夜晚江晓宁将顾川的房间安排在自己隔壁 瞬间又让苏曼玲起了极度心 于是她故意穿着性感睡衣打扮了一番 然后借展示方案的理由 引导顾川来到自己房间 为了避嫌 顾川过来后故意敞开房门 没想到苏曼玲却故意将门关上 这让顾川感到不自在 拿了电脑就想离开 苏曼玲故意东扯西扯想留住她 顾川只是礼貌性地回应 回答完就要离开 没想到一开门撞上了刚泡温泉回来的江晓宁 江晓宁看到苏曼玲一身睡衣打扮 不由地浮想连篇 她强装镇定地回到房间 心里却是满满的失落 顾川猜到她一定是误会了自己 于是拐弯抹角地解释 刚刚只是去拿展示方案 江晓宁的心情瞬间多云转起 屡次耍心机没得逞的苏曼玲 也只能继续在工作上为难江晓宁 这天江晓宁想要给顾川介绍一个客户 是自己在酒店泡温泉时认识的一个女孩温文 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朋友 得知对方想要做摄影展 就想介绍顾川为她设计 没想到顾川把这件事推给了苏曼玲 因为这种小规模又偏向艺术的项目 一项是由苏曼玲负责 这让苏曼玲抓到了教训她的机会 江晓宁 什么时候开始 你直接跟顾总汇报项目了 对不起曼玲姐 是我小的不周到 由于对江晓宁的敌意 也让她公私不分地敷衍着文文 不停地打断她的话 自顾自输出自己的想法 江晓宁夹在中间非常尴尬 好在文文脾气好 并没有当场让三人难看 事后还好心地提醒江晓宁 苏曼玲对她的敌意 好像并不是因为对她工作的不满 而是因为她也喜欢你们老板 江晓宁这才恍然大悟 第二天江晓宁带文文去公司看设计图 文文一进公司就看到了墙上的logo 这个熟悉的川子让她呆愣在原地 果然当顾川走出来时 她的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一脸凝众不知如何开口 没想到江晓宁无意间认识的朋友 竟然是顾川的初恋女友 十年前那场车祸后 文文一直守在医院 但一向骄傲的顾川 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人 不能再给文文幸福 于是她自我封闭不肯再见她 之后文文接到录取通知书去了博外留学 两人就这样结束了恋人关系 这次见面两人更像是久别重重的朋友 苏曼玲在门外听到两人的谈话 一改昨天的态度邀请文文一起吃饭 只不过是想在她那知道更多关于顾川的事情 但她的心思却被文文一眼看穿 要我以后选江晓宁 少吃点 小心撑着 苏曼玲被气得抓狂 晚上江晓宁送顾川回家 想起文文白天对自己的鼓励 勇敢点 她打算鼓起勇气跟顾川表白 就在她支支吾吾着要说出口时 突然接到了苏曼玲的电话 小助理喜欢上自己的老板 却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 自卑的刻意与老板保持距离 没想到她的不对劲都被老板看在眼里 顾川不知道江晓宁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 不想看到她整日没精打采 借着去拜访老师的名义想带她出去散心 机灵的江晓宁跟王老师相谈甚欢 而且意外地在王老师家发现了父亲的照片 原来江晓宁的父亲也曾是王老师的学生 奇妙的缘分让江晓宁激动不已 王老师说起很多他父亲当年的事 顺着话题拿出自己多年的笔记 其中有很多是江晓宁父亲的心血 他把笔记本送给江晓宁 这一次意外的收获让江晓宁非常开心 又回到了以往开朗活泼的样子 江晓宁请顾川吃冰淇淋表达感谢 顾川好奇她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 江晓宁马上伸过去想让她尝尝 又觉得这样有些不妥收了回来 没想到顾川拉过她的手就咬了一口 然后又忽然害羞起来 正当暧昧的气氛蔓延开来时 雨中的一只流浪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江晓宁抱起可爱的小猫 要求顾川收留她 顾川本想拒绝 因为她一直不喜欢掉毛的动物 可看着江晓宁无比喜欢的样子 又不忍心拒绝 于是将她带回了家 并常常以照顾小猫为由让江晓宁来家里 虽然嘴上说不喜欢猫 但她却把猫照顾得很好 还给她买了很多粉色小玩具 也不管她是男士女 总之江晓宁喜欢就好 两人一起撸猫心情大好 可就在这时 顾川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通知她得了金案奖 原本这是她期盼已久的设计师大奖 可这一刻她却没头紧锁 早在很久以前 她就为自己制定了一份计划 因为自己的机械心脏使用期限有限 她希望在这之前完成所有心愿 然后光芒闪耀地与这个世界告别 金案奖是她的最后一个愿望 可现在的她却不希望这么快走完最后一站 她迷茫地烧掉了自己的计划清单 心就像被抽空了一般 第二天 全公司的人都在为她得奖而高兴 只有许诚然担心她的去向 原来顾川再次来到了目的 销售告诉她之前 她看中的目的已经受处 这一刻她突然没有了之前的坚持 回去的路上她陷入了沉沉的思考 或许人生不止一条路 或许计划也应该因人而变 江晓宁也发现了顾川的闷闷不乐 顾川坦言自己是因为完成了梦想没有了目标 那如果您是半会儿想不起来 我可以勉为其难 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 给你提供一些合理心意见 让你参考 我期待你的建议 顾川看似随意地回答却走了心 所以当她出席颁奖 主持人问她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事 我一直在等待 关于我未来计划的一个 建议 顾川将目光看向江晓宁 这一刻江晓宁忽然觉得 原来自己在她的心里真的有位置 既然如此和不再勇敢一次 于是在颁奖礼结束后 江晓宁找了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 然后鼓起所有勇气向顾川告白 我喜欢你 先好好工作吧 我跟你聊爱情 你却跟我聊工作 江晓宁鼓起勇气地告白 终究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 她万分失落地转身 想想刚刚光芒闪耀的顾川 或许是自己真的配不上她吧 顾川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心也纠成了一团 明明是自己也喜欢的人 却不得不残忍地拒绝 江晓宁回家后一遍又一遍 听着顾川的录音 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地初恋 让自己心痛到了极点 另一边的顾川看着手中的乌鸦玩偶 内心也久久不能平静 过去的十年 她因为自己的机械心脏 生活在黑暗中 江晓宁的出现 就像一道耀眼的光照亮了她的生活 可她无法确定自己的未来 所以不能给江晓宁任何期许 第二天顾川没有去公司 江晓宁误以为她是不想见到自己 心情更加低落 却不得不打起精神面对工作 中午文文约江晓宁聊设计图 苏曼林悄悄跟在后面 本以为现任和前任之间即将有好戏看 没想到文文和江晓宁非但没有撕破脸 反而相谈甚欢 文文劝江晓宁耐心一点 以顾川的为人就算现在不回应 也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说出自己的想法 其实文文猜到顾川的顾虑 应该就像十年前拒绝自己一样 但她现在不能告诉江晓宁机械心脏的事 还是顾川亲自告诉她比较好 跟文文聊完江晓宁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反而决定要好好努力 这样自己一定还会有机会 随后两人打算去办展的天台讨论设计戏剂 眼看自己的心机又没得逞 苏曼林一路跟随 试图找机会报复 刚到天台 文文就接到了老公的电话 离开前她特地将钥匙留在门上 因为江晓宁要拍一些夜景作为设计参考 所以一直等到了晚上 此时天空突降暴雨 因为小时候的那场车祸 江晓宁惧怕黑夜也惧怕雷电 可她怎么都打不开那扇门 文文的电话已关机 最后她只得打电话给顾川求助 顾川急忙赶了过来 顾不上雷宇天对自己机械心脏的影响 保安告诉她备用钥匙在总公司 送过来还需要时间 眼下只能等消防员 可顾川已经一刻都等不了 以设计师对大楼结构的了解 她可以从电梯天井爬上天台 不顾保安人员的反对 她冒险一步步顺着梯子爬了上去 终于找到了蜷缩在角落的江晓宁 玻璃门还是打不开 周围也没有合适的工具 顾川打算用自己的身体撞开玻璃门 顾川就这样用自己的身体 一下又一下撞击 江晓宁心疼不已却无能为力 最后顾川终于撞开了玻璃门 江晓宁被吓得蹲在一旁 顾川顾不上自己是否有受伤 急忙上前安慰 江晓宁曾说一个人如果一直倒霉 那么她的好运也就快来了 或许这就是因祸得福吧 男人第一次为喜欢的女孩过生日 竟意外发现她是自己十年前要救的人 原来饭桌上姑姑提起当年车祸的事 时间地点都和她当初的经历符合 当年顾川为了救出车祸的一家人 被一起撞下山崖 那天刚好是女孩的生日 黑暗中 顾川为女孩唱了生日歌 还鼓励她要勇敢地活下去 难怪十年来江晓宁都不愿意过生日 为了确认是不是巧合 顾川向江晓宁了解了当时车祸的细节 通过江晓宁的描述 顾川终于确认 没想到原分会这么奇妙 十年前一起落难的两人 如今不但相遇还相爱了 但顾川并没有当场告诉江晓宁 临别时 江晓宁轻轻抱住了顾川 因为有顾川在 今天的她格外开心 这一次顾川没有推开她 而是转身把她抱在怀里 江晓宁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这一刻她多想告诉江晓宁自己也喜欢她 可她那随时会放电的心脏 还是让她推开了江晓宁为了不伤害她 顾川必须暂时跟她保持距离 意外的是 回去后她接到了皮尔博士的电话 博士告诉她自己终于突破了研究瓶颈 只要给她三个月时间 就可以解决机械心脏漏电的情况 而且其他功能也会更完善 之后顾川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到时候她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跟江晓宁在一起了 顾川第一时间将好消息告诉了许承然 许承然简直比她还兴奋 她终于不用天天为她担心 激动的她当即就要拉着顾川去跟江晓宁告白 但严谨的顾川还是打算再等三个月 从这天开始 顾川简直像重生了一样 黯淡的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她把自己放在江晓宁未来男友的位置上 也不再让她为自己开车 看到江晓宁没有带自己送的发夹 也会霸道地要求她立刻带上 在公司出双入队 毫不在乎吃瓜的同事 公司有人为难江晓宁 也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 江晓宁也发现了她的变化 她为了让江晓宁开心 开始策划一些情侣之间常有的约会项目 她特意带江晓宁去抓娃娃 其实她提前在娃娃上做了手脚 准备给江晓宁一个惊喜 但江晓宁还是屡次失败 她耐心地在一旁指导 反而让江晓宁紧张得更抓不着了 无奈顾川只好帮她抓 虽然一直抓不到娃娃 但这样的相处却让两人都十分开心 只是没想到 这样美好的气氛却被另一个男人打断 江晓宁的学长晨晨突然出现 竟然当着她的面要约江晓宁一起上课 甚至想要帮助江晓宁抓出那个特殊娃娃 眼看自己准备的惊喜就要被破坏 顾川瞬间心率飙升 然后故意用手碰了一下娃娃机 沉沉地出现让顾川忽然有了危机感 她在等三个月黄花菜都凉了 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 为了防止情敌节足先登 高冷霸总精心策划了一场浪漫的告白 这是一场专属设计师的浪漫 光柱中出现顾川的身影 随着灯光花朵的打开 无数气球缓缓升起 灯光幻影中出现一张张照片 那些都是属于他们俩的美好回忆 原来顾川都悄悄保存下来了 江晓宁感动不已 这一切美好的像一场梦 江晓宁 我喜欢你 她以前总觉得自己是栓神附体 这一刻江晓宁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 真好 虽然顾川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但她也坦言希望江晓宁能再等她三个月 虽然江晓宁不明白为什么 但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别说三个月多久都愿意 江晓宁迅速投入到顾川的怀中 这一刻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般的幸福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秘密的办公室恋爱 会在没人的时候悄悄甜蜜 就连开会也满心满眼都是对方 江晓宁还会直接把她带回家 简单的晚餐也变得无比温馨 从前渴望的三餐四季 再也不是失望了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每一天都是甜蜜和幸福 但顾川所说的三个月 还是让江晓宁感到好奇 看着江晓宁急切的眼神 顾川开始考虑把机械心脏的事情告诉她 至于江晓宁能不能接受 顾川都会尊重她的选择 于是第二天 她就把江晓宁约了出来 正当她打算将自己的秘密告诉江晓宁时 忽然被一个滑板少年撞到 顾川的手表也被甩了出去 突然察觉自己的心脏剧烈跳动 痛苦随之而来 她意识到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 赶忙找了的借口先回家 中途她发现自己的手表不见了 眼下也管不了那么多 她必须马上回家充电 而江晓宁捡到手表后 才发现这是一块心率表 看着上面不断显示的报警提示 想起之前在一起时那些奇怪的画面 顿时感觉到情况不妙 另一边 许诚然也收到了报警信号 急忙赶往顾川家 看到顾川正安然地充的电 这才安心下来 刚才明明只是轻轻地撞击 就让机械心脏出现故障 这让顾川犹豫 还要不要跟江晓宁说这件事 门外铃声响起 顾川猜到是江晓宁捡到手表来归还 这下恐怕是想瞒也瞒不住了 许诚然给江晓宁开门后便离开了 江晓宁不安地来到充电房 不由地开始各种猜想 没想到顾川起身后 直接给他看了自己的机械心脏 顾川告诉他 今天准备跟他说的就是这件事 江晓宁没有他想象中那样惊讶 因为他最关心的是机械心脏对他的影响 顾川告诉他 之前让他再等三个月 就是因为博士已经突破技术瓶颈 三个月后 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江晓宁很好奇 顾川的心脏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于是顾川说起了十年前那场车祸 听着顾川的描述 江晓宁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十年来他一直要找的大哥哥 没想到竟然就在自己眼前 可他也无比愧疚 竟因为自己让顾川受了那么多苦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 以后就让自己的爱来弥补 今生今世他再也不会跟顾川分开了 情到浓时 两人自然而然地吻上对方 谁知一时激动顾川再次放电了 这次痛感迟钝的江晓宁居然感受到 他想要再试一次 可还是被电到了 无奈两人只好先保持距离 对江晓宁来说 能留在顾川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 何况只要再等三个月 之后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了 而且就算顾川一直这样 他也不会介意 从这天开始 他们在公司也不再掩饰 庞若无人的秀恩爱 两人的小火花都快把同事们闪下了 有这么帅的男朋友 光看脸都能开心一整天 还管什么女孩子的矜持 江晓宁随时随刻情话输出 把顾川哄得合不拢嘴 有喜欢的人在身边真好 在江晓宁的感染下 顾川也开始会说土味情话 我这双手啊 只适合半砖 你这双手啊 还适合牵我 虽然话是土味了点 但配上这张帅气的脸 那就是最好听的 这天两人又在回家前依依不舍 这一幕恰好被姑姑看见 侄女能找到真心对她好的人 姑姑自然是十分开心的 她对彬彬有礼的顾川印象非常好 但作为家长 还是想要替江晓宁把把关 于是第二天就偷偷约了顾川 顾川对姑姑也是毫无保 学历加时加产一一汇报 听到这里姑姑那是更加满意了 但还是有一个疑惑 这样优秀的顾川 为什么过去这么久都没有谈恋爱 顾川也直言是因为自己身体有点问题 姑姑一听顾川身体有问题 脸上的笑容立马消失了 心想身体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她马上找了借口匆匆离开 而且回家后 更是直接要求江晓宁跟顾川分手 江晓宁当然不会听姑姑了 因为只有她自己明白顾川有多好 江晓宁担心顾川会有想法 第二天就跟顾川把事情说开了 相互坦诚的两人越走越近 然而总有一个人见不得他们好 苏曼玲又想出来作妖了 男人第一次带女朋友见家长 不料房间内竟有一个不速之渴 苏曼玲的出现 让顾川满脸不悦 然而苏曼玲还把自己当成主角 原来白天在公司 苏曼玲得知顾川父母来了 并且晚上一家人要一起吃饭 苏曼玲提议起 却被顾川拒绝了 但她却看到顾川牵走了江晓宁 顿时极度地抓狂 于是厚着脸皮直接找了顾川父母 之后还一起出现在饭桌上 她热络地跟顾川妈妈聊天 好像要给江晓宁一个下马威 但顾川很快就用行动证明 她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 江晓宁起身想为大家倒茶 因为太烫不小心摔了茶壶 苏曼玲满脸都是看好戏的样子 顾川猛冲过去关心江晓宁的情况 满心满眼都是心疼 顾川父母瞬间看出两人的关系 心里也为儿子高兴 尽管顾川的表现已经够明显了 但苏曼玲还是不甘心 第二天 她找到顾川 称自己为江晓宁争取了一个进修名额 可以让江晓宁去学习 顾川一眼看穿了她的意图 直接拒绝了她的建议 她一定会通过会考的 我只是一方万一 不会有这个万一 顾川已经说得非常明显了 但苏曼玲还是没有自知之明 心情烦闷的她一不小心就喝醉了 然后直接找到顾川家 对顾川投怀送报 顾川察觉到苏曼玲的意图 顾川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只把她当成普通的同事和搭档 如果她现在离开 自己可以当作今晚的事没有发生 但苏曼玲还是不死心 你就告诉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不喜欢 站在苏曼玲的立场 或许她是放下了骄傲和自尊 但爱情从不是等价交换 苏曼玲开始对江晓宁句句贬低 这也引起顾川极大的不满 就算没有江晓宁的出现 顾川也不会喜欢她 苏曼玲越来越激动 顾川直接下了逐客令 让她回去休息几天再上班 另一边 顾川妈妈直接认可了江晓宁 她很喜欢江晓宁的热情开朗 一家人再次做到一起 顾川因为有了江晓宁 不再像以前那么消极 对待父母的态度也不再冷漠 家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误会 这才是一家人该有的氛围 几天后苏曼玲回到公司 顾川对她的拒绝并没有让她清醒 因爱生恨的她已经有了报复计划 她听信了唐旭的话 愚蠢地认为只有让顾川经历低谷 才会明白她的重要性 而唐旭只不过是想借着她追到江晓宁 于是两个不怀好意的人 有了下一步计划 苏曼玲假装大方地祝福顾川和江晓宁 因为她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 所以顾川还是放下别扭 让她参与了公司的重要项目 小组成员没日没夜 终于完成了设计方案 为了犒赏大家 顾川请大家一起吃饭 但苏曼玲却以工作收尾为由留了下来 并且偷偷拷贝了设计方案 到了招标会那天 顾川带着成员信心满满地进了会场 可他们一进去就发现 上一家公司的设计居然跟他们的一模一样 大家惊讶之于更担心接下来的汇报该怎么办 而唐旭故意叫来众多记者 显然是想当面给她满堪 没想到顾川镇定地给了王凯另一个U盘 然后从容地上了台 台下的唐旭等着看好戏 而苏曼玲则是一脸紧张 没想到顾川展示的是一个全新的方案 而且设计新颖完美 原来之前顾川在回顾大学时期制作的方案是 江小宁觉得这个设计很有温暖的气息 很适合现在的项目 于是跟江小宁一起准备了这个备选方案 没想到这个方案比之前的更加出彩 并且得到了现场一致好评 唐旭气急败坏地站出来指责顾川临时替换方案 有违反规定吗 没问题 我们欣赏 并且也愿意接受更优秀的设计方案 最后他们拿到了这个项目 大家都为这次的成功而举杯 而且顾川还特别指出了江小宁的功劳 江小宁也特别高兴 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肯定 一旁的苏曼林则满脸不悦 许承然认为这件事必须要报警 找出那个出卖公司的人 但顾川觉得无疑是公司内部的人 他希望这个人能主动站住来承认 旁的苏曼林十分心虚 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 然而事情做了就没有退录 他也将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原来苏曼林再一次无意间说漏嘴 他知道江小宁被困天台的事 但这件事外人根本不知道 顾川因此调查了监控 发现是苏曼林故意锁了天台的门 因此顾川也在工作中 对他多留了一个心眼 发现他经常在工作室走神 而且看见他偷偷将设计方案给了唐旭 本想给他主动承认的机会 但几天过去苏曼林还是没有承认 最后顾川不打算留下人情 一只宠物猫竟结束了一段 曾坚不可摧的爱情 江小宁本以为顾川提出的分手 也许只是一时冲动 可当面对生病的冰淇淋 顾川竟然选择让他安乐死 那可是见证他们爱情的猫咪啊 当江小宁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冰淇淋的坟墓 这一刻他心中仅存的希望破灭 顾川没有解释 其实他并没有让冰淇淋安乐死 就在一声打针的最后一刻 他喊停了 然后带走了冰淇淋 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江小宁误会了顾川的冷漠 也选择结束这段关系 顾川明白此时的江小宁有多难过 可宁愿如此 也好过让他看着自己一点点走到生命的尽头 可他终究还是不习惯没有江小宁的日子 会在梦中叫着江小宁的名字 会习惯性地买两杯奶茶 会在某市某地仿佛看到江小宁的身影 他立下遗嘱 要将自己的财产留给江小宁 并决定在最后的时光 帮江小宁完成重建老宅的愿望 顾川交代完公司的其他事 在第二天早上就独自离开了 另一边江小宁提出分手后也打算离开公司 刚好文文从国外回来 得知两人的事 劝他不要因为两人的事放弃工作 他希望江小宁能理性处理感情和工作 通过文文的开导 江小宁决定做回老板的小助理 毕竟这是他喜欢的工作 然而等他到了顾川家 却发现他已经离开了 虽然许承然告诉他顾川是去外地工作了 但江小宁还是不免胡思乱想 是在故意躲着我吗 顾川已经开始了他的改造计划 可当许承然来探他的时候 却发现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 顾川坚持不让他告诉江小宁 并交代他尽快让江小宁在遗嘱上签字 许承然只好借口江小宁已经通过实习期 应该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 然后一边打岔说着顾川的事 一边将文件递给江小宁 江小宁就这样不走心地签了那所有的文件 许承然也长长地松了口气 但是这种感觉也让他十分难受 仿佛看着好兄弟渐渐离他远去 这种郁杰的情绪却无处诉说 他回到家苦闷地喝着啤酒 终于还是忍不住跟老婆赵言说起了顾川的事 他把顾川被机械心脏折磨 还有他离开江小宁的原因 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 最后赵言还是不忍心好闺蜜伤心难过 于是给了江小宁一些提示 江小宁想起在顾川家看到过自己祖屋的设计图 终于猜到顾川去了哪里 男人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却还在帮女友完成心愿 江小宁终于在闺蜜的帮助下找到了顾川 这一次他绝不会再让顾川离开自己 对江小宁来说 只要能跟顾川在一起 哪怕只有一天 也好过他冷漠地将自己推开 看着江小宁真诚的眼神 顾川终于接受了他温暖的拥抱 既然如此 就用自己剩余的时间好好爱他吧 两人来到酒店 江小宁紧紧拉住顾川 生怕一不小心顾川就会消失 顾川想要再开一间房 但江小宁直接拒绝 他希望时时刻刻都能看着顾川 两人来到房间 江小宁看着桌上堆满他们的照片 心里十分高兴 但顾川却万分紧张 生怕自己控制不住的激动 怕不争气的机械心脏又出什么故障 为了跟江小宁保持距离 他主动睡在地板上 还没聊两句 江小宁就心疼他睡在地板上太凉 让他上床去睡 顾川犹豫着坐了起来 嘴里还不断地暗示自己 我以为控制好我自己的 他小心翼翼地在江小宁旁边躺了下来 没想到江小宁直接拉起他的手 顿时让顾川紧张起来 江小宁愧疚地表示自己后悔认识他 要不是因为自己 频繁刺激到他的机械心脏 或许顾川还能像以前一样平稳地生活 但顾川却表示自己从不厚 因为如果没有江小宁 在他拿到金案奖后 就打算跟这个世界告别了 是江小宁让他的生活有了新的意义 听着他暖暖的话 看着他帅气的脸 江小宁忍不住地向他靠近 顾川的心率瞬间蹭蹭上涨 机械心脏飞速运转 好在江小宁最后还是忍住了 江小宁想了想决定制定一份相处手机 约束自己以后不再刺激到顾川 看着江小宁下了床 顾川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等到江小宁写完手 顾川已经睡着了 他看着顾川还是忍不住偷偷亲了上去 能这样静静地看着他真好 此后 江小宁每天都陪伴在顾川身边 顾川尽心尽力地帮江小宁补习 希望他能顺利通过会考 两人度过了短暂的幸福甜蜜时光 可他们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天顾川的心脏忽然剧烈疼痛 江小宁立即把他扶进充电房 但充电舱却反复提示充电中断 随后顾川还晕了过去 江小宁已经吓得气不成声 看着顾川醒了过来 江小宁喜极而泣 殊不知机械心脏已经切换到安全模式 安全模式下的机械心脏只能维持基本运转 因此他也将没有任何情绪反应 感受不到喜怒哀乐 就像一个可以行动的植物人 江小宁还在为他能醒来而庆幸 可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 顾川都没有情绪波动 很快江小宁察觉到顾川的不对劲 所以联系到皮尔博士的助理情子小姐 却从他的口中得到一个残酷的真相 这一刻他仿佛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单 瞬间心痛到无法呼吸 博士的初衷是想让这个模式 尽可能地被客户连长商量 至少有时间跟这个世界道别 江小宁的世界崩崩了 他哭得撕心裂肺 另一边顾川查看了机械心脏的说明书 得知自己剩余的时间都将像活死人一样 心也灰暗到了极点 江小宁缓过来后来找顾川 一进门就扑到顾川怀里 多想像现在这样能一直抱着他 顾川想用一些亲密举动 刺激机械心脏回到正常模式 可尝试过后心率却没有任何波动 顾川不想放弃 于是他带江小宁试着去重复之前的美好画面 企图解除安全模式 他们来到之前相遇的图书馆 还有一期走过的马路 可不管怎么尝试 顾川内心始终毫无波澜 江小宁不忍心看着顾川这样 他只希望顾川能留在身边更多时间 就算像现在这样他也不在乎 于是他告诉顾川自己找过情子小姐 也知道了安全模式的事 他希望顾川能耐心等待 或许在这段时间里 其他实验室会研究出新的解决方案 并不是没有希望 顾川暂时答应了 第二天江小宁在巡视工地时出了意外 顾川立马赶到医院 看着江小宁受伤的样子 顾川却根本感受不到心疼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这一刻他忽然决定不要再像现在这样活着 他联系了情子小姐 请他帮自己退出安全模式 情子告诉他这样的话 就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期限 但顾川却毫不犹豫 这天他送江小宁参加会考 趁着这个时间 他请亲子小姐帮自己退出了安全模式 所以等他去接江小宁时 已经变回曾经的顾川甚至都会开玩笑 江小宁只顾着跟他玩闹 回过神来才发现他会笑 为了不让江小宁担心 顾川打马虎眼说 自己只是在配合他高兴的情绪 然而就算他们的快乐时光只剩一个月了 命运却还是不断在跟他们开玩笑 女孩正跟男友打着电话 起料下一秒就被陌生人掳进了面包车 并拿小刀威胁他不许出声 同时要挟电话那头的男友之身前往 用手里的证据作为交换 原来就在昨天 江小宁意外从唐富口中得知 十年前那场车祸并不是意外而是谋杀 唐富把他父亲被诬陷贪污的证据交给了他 这一刻 江小宁失去双亲的伤口再次被揭开 他第一时间回去找顾川 但更让他意外的是 这一切竟然是许成然的父亲所为 他们叫来了许成然 希望在报警之前让他有心理准备 许成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会是罪魁祸首 这场车祸不仅让江小宁失去父母 也让顾川失去了心脏 许成然万分愧疚地向他们道歉 但那毕竟是自己的父亲 他请求能给他一点时间去劝父亲自首 然而就是他们的善良 差点害得他们丢掉信念 在许成然的劝说下 许富表面答应会去自首 请求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处理后事 却转头就让手下绑架了江小宁 一边想办法销毁证据 一边试图逃跑 然而知父莫若子 顾川拦住了他 同时也带来了警察 坏事做尽了他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另一边顾川为了救出江小宁 直升前往指定地点 虽然顾川拿出了证据 但显然这些人就没打算留下活口 三人将他们围住 打斗之际 对方一把将小刀刺向顾川的心脏 顾川的心域瞬间升高 同时机械心脏释放的强大电流 将他们电晕在地 随后自己也晕死了过去 虽然顾川最后保住了性命 但这次冲击后 机械心脏只能维持基本运转 无法预估他醒来的时间 江小宁轻轻吻向顾川的额头 这个两次用生命扑他的男人 现在换他来守护 哪怕顾川一直不醒 江小宁也不会放弃 江小宁每天都会跟顾川 分享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跟他回忆过去憧憬未来 他坚信顾川会有醒过来的这天 转眼三年过去 新的科研团队攻克了技术难关 现在的顾川只需要每天按时充电 基本生活都能跟常人一样 江小宁甜蜜地亲吻了顾川的脸颊 果然心率波动正常 所有的磨难已经成为过去 顾川和江小宁终于过上了甜蜜幸福的日子 因为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